在大规国的轰炸之后 美军派出了地面部队前往阿富汗境内 准备要申请兵拉登 而这支先锋部队就是赫赫有名的游骑兵特种部队 游骑兵以训练艰苦小勇善战闻名于事 但是仔细看看游骑兵队员首辈上的队徽 却清晰可见中华民国的国徽也在上头 原来二次大战时 游骑兵团的前身也就是美国陆军第5307混合支队 和国军孙力仁将军所率领的第新38师 新30师和第50师并肩作战 他们深入中国战区的缅甸丛林 击退了企图从西南方攻击中国的日军 而这仗打出了名 第陆军5307部队随后就改制为第75游骑兵团 对面一直沿用至今 而和中华民国国军并肩作战 生死与共的关系无法抹灭 于是在设计队徽时 就将我国国徽放在左上角 右下角则代表缅甸之心 至于中间的闪电图样 则代表75游骑兵团 是一支行动敏捷快入闪电的部队